最近一段时间,自从国足在亚运会早早被淘汰出局之后,国内媒体和球迷对中国足球就进行了重点关注。 由于姚明领导的南拉在亚运会获得了四块金牌,因此外界对中国足球的现状也是相当的不满意。 大家都认为国足的成绩不应该是这样的,人本以为在国足刚刚在亚运会被淘汰出的情况下,这段时间作为国家队的主帅李皮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动作。 可是,令人感到非常意外的是,李皮在近期不仅有大动作,而且还想对国足进行重大改革。 由国内媒体彭台新闻,报道,随着U23国家队,完成历史使命之后,国家队主帅李皮有意重新组建国家二队。 当然,最终这个设想能否成为现实,还得看李皮团队亚洲杯,后,能否和中国足协完成序约。 从澎湾新闻的报道可以看出,随着国足U23在亚运会上的比赛结束,李皮也开始想对国足进行重大改革。 他准备想像姚明一样,在未来组建国家队二队,虽然现在这只是一个计划,但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好的想法。 因为,从中国男兰在亚运会上的成绩来看,姚明的双国家队体制是获得了成功,这次的改革男兰发现很多优秀的年轻球员。 所以,从目前的情况来看,国足尝试用这种方式挖权人才,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